爸 坐 爸爸 我想妈妈了 都怪我不好 是我错怪了他 让这孩子受委屈了 现在警察那边 有没有梧桐的消息啊 哥 警察那边还是没有消息 我问过王警官了 他有没有线索 我们想要找到他的话 恐怕是大海老阵 除非他自己出现 否则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历中谋 今天 我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而是以梧桐丈夫的身份 在这里请求你们 希望你能看到 一年多的时间 对很多人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 却是刻骨铭心的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世界里面 有了你 我的世界里面 你对童童的好 对朋友的信任 还有你无可救药的乐观 都是我渴望 却不曾得到的 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 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 却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你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我没办法想象 没有你的世界 我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请你回来 童 回来吧 爸爸 我们在等什么啊 我们在等流星啊 爸爸 你是不是要许愿啊 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听 好不好 好 你是不是要许愿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男孩 他的母亲生病了 他听人家说 在一个山洞里面 有一个叫做 流星花园 的地方 只要 在那个花园里面 看到流星 并许了愿 那你许下的愿望 就一定都会实现 都会实现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